网民草 网民草是标准的室内植物 比较耐阴 以红纹或白纹为主 网民草容易栽种 只要在明亮的散射缸就可以 最佳生长为20度 不耐低温 所以冬天时可以少淋水 避免冷风直接吹到网民草 就可以防止叶片被冻伤甚至腐烂 网民草由春季到秋季期间 生长旺性需要较多水分 水分充足时 叶片和静节会坚硬停止 缺水时叶片会软水 但只要尽快补充水分 便会回复原状